不是 我跟你说啊 电工流是吧 咱们这个小区啊 电闸坏了 现在整个都停电了 我知道今天是周日 还得辛苦你 马上过来一趟 对 辛苦您了 马上过来一趟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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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谢谢啊 哎呀 这余小梁 他气死我了呀 余小梁 出来 那个赵经理 要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回去什么回去啊 你说你犯了多大的错误 怎么还在这吃呢 哎哎不怨我呀 他这面有问题 人家都一下就吃完了 他这一桶顶一桶半 也吃不没呀 你给我放下 你过来 你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呢 啊 那我怎么老不让你省心呢 你让我省什么心了 啊 咱们小区配电室 那个总闸 有点小问题 让你去看一眼 谁让你擅自动手去修了 我不行 鼓球一下就能好吗 你鼓球好了啊 好像坏了 什么叫好像坏了呀 直接让你给干瘫痪了 我就问你 你对这总闸做了些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他怎么瘫痪了呀 你说你可真行啊你 啊 电的知识你也不懂 你也不会修电 你怎么就敢上去动电呢 谁说我不懂呢 那我成天拿手电筒巡逻 我要手电筒电了过吗 你要能让手电筒电了 你就是有毛病 这么跟你说啊 赵经理 就小时候 哎 只要我爸我妈 敢买加油电器 我就敢给他拆了 你那是败假 啥败假呀 我要搞研究 哎 为了拆开 我一样一样的琢磨清楚 看清楚 咔 再给他装上 肯定少不少零件 不仅没少 还多了好几个呢 你那一刻 你还发家致富了呗 哦 站起来 你太不像话了 我告诉你啊 由于你的失误 造成小区整个停电 给人家业主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物业已经决定了 对你 罚款五百元处理 五百 照项理 五百太多 我现在 我没带那么多钱呢 我给你垫上了 你下月发工资 别忘了还给我 至于吗 至于吗 那每个店就至于这样吗 那老祖宗 下生的这有店呢 你不没耽误你进化吗 咱们老祖宗 花几千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把我们 弄成现在这个样 让你咔嚓一下 就会弄回到进化钱了 该干嘛干嘛去 不是 你看 你看赵经理 你看我们赵经理 这点 你要改一个 你别老跟我板个脸 你给我笑一个呗 我跟你笑什么笑啊 以后你少给我惹点祸 少出点错 或者你立功受个奖啊 你别说对你笑了 我跟你跳一个都行 我也是 跳一个 你赶紧 你别生气了 大姐夫 大姐夫 你们物业还行不行了 停电之前 能不能给小区的业户 支支一声啊 头把我坑的 咋的 停电你掉坑里了 掉什么坑里了 人家大美姐刚买个文梅机 正在那儿 刺刺 给我文梅 你得哗就停电了 刚闻完一只 这只闸上 哎 赵经理 以后你小姨子就不叫二米粒了 他就是江湖上传书赫赫有名的大侠 一只眉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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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哈 哎 呀 呀 大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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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给大姐夫干个大瞎了都 大姐夫 对不起 能不能看准了再踹啊 爬跑力他也会了 不是 这是啥 阿美丽我真不知道 那这给你造成这么严重后果 我要知道的话 我能瞎整吗 我告诉你一小脸 我逮着是闻眉呢 我要跟他嘎双眼皮的话 我告诉你 你就不是瞎整的 你直接给我整瞎了 你知道吧 这样 阿美啊 行了 别说了啊 你现在赶快到咱们小区外边那美容院 把这只给闻上 这玩意多吓人呢 啊 关键是磕着呢 我知道磕着 你说你们物业干啥呢 啊 能不能事先通知医生 是是 我磕人呢 你说呀 是是 这都什么崴了呢 耶 是 階子 谁啊 二米烈啊 二米 二米 王叔 这个脸要emetery 多点东西 什么眼神啊 什么多点东西啊 人缺点东西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